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自己做Fullman 當然繼續有豐盛資產股的董事王國英 英Sir 英Sir 你好 大家好 英Sir上集提醒大家要建立中期的投資目標 我就建立了自己的投資目標 現在就慢慢向目標進發 英Sir 但你見那麼多人都知道 其實香港地有很多有錢人 他們可能想著只是保本 每年有幾百%回報已經收了貨 那他們又要不需要這樣做呢 最終目標不高的話就不用多次一舉 不過他們也有個大目標 所以依然需要定時檢討 以這一類型的個案 其實就應該以耕田為主 因為耕田給了一些出錯空間公司 就算偶然出了問題 只要課生意系列都可以 公司出錯很嚴重的 我怕自己不夠信念 一見到公司有少許問題 就怎樣算好呢 不用那麼害怕 不菲特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以前都會趁公司壞的時候 就趁低吸納的 坐下坐下之後便會贏到開行 最經典的例子當然是可可可樂 趁低吸納就是賺到錢 但是這樣做有時候好像太過冒險一樣 當然是冒險 不然人們都不會贏便宜賣給你 那大前提一定要順盤生意 不會因為這樣跌了之後就很害怕 搞到太快就斬了它 不過有一點要記住的 就是不菲特跟我們不同 他本身已經大把錢去接 而且因為他有班粉絲跟 變成他一買完之後 有大把人跟著接 所以原本未必是底 都變成底 所以照抄是有難度的 好像信譽光學一樣 最近一話出貨量不如預期 股價馬上飛插 其實很難撈底 當然 不過我們這裡要提一提 中瓜德瓜的理論 我們今集是講的是 比較保守的投資者 賺幾%就已經可以了 信譽光學屬於普通知識型 風險太高就不太適合他們 其實他們想趁火打劫的話 應該要選擇資產型股票 或者是帝國型的知識型股票 近期香港的例子就是 美股煤中國 你當然是說 九月尾就十月頭 美股煤中國那時就說 自己的路騰項目 就會延遲落成 結果就被人調低 投資評級 再搞到自己的股價大跌 其實那個項目 只不過是延遲幾個月 對公司長期價值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最後兩個月之後 又是升級了 分析完呢 其實有一個大驚小怪的傾向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就突顯不到它的價值 通常來說 接這些資產型股票 贏面相對上就會大跌 我剛才就說大跌 但其實價格數呢 消息出了之後 美股煤中國最多跌得6% 所以見到之後 就陰乾整個月 不算是特別大便賣的 其實捕捉那個 要拿到一個準確的入市時機 沒辦法 其實市場越來越成熟 其實分析完 沒有什麼大進步 但是投資者 就不斷地升 形成了那個折扣 其實是很少的 至於你說要去捕捉那個時機的話 其實是比較難的 如果不想 捱時間的話 想走正面的話 其實唯有等它開兩支大洋竹 即是大成交這樣 然後才升上去的時候去追 那時候就知道底在哪裡 還有動力就好很多 現在炒股票 搞得好像超市買東西 便宜幾毫子已經叫做撿到寶 現在要發達真是好 那我們怎樣做好 唯有就是靠你 相信你的了 那你自己也要努力的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集同樣時間再見 下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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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團